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加拿大当地时间3月14日 加拿大的音乐盛典猪洛奖 以3月13日在爱德蒙顿之行 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中 突然出现一位裸身遗子 当地媒体在当日的报道中提到 周一晚上8点30万刚过一名赤裸上升的 年轻遗子跳上舞台 他到身上写着拯救利地和归还土地的字样 节目一度被中断 该抗议者是否在行动时代带着乳贴 相关公传的现场视频显示 盖尼在台上环游了许久 刚开始艾威尔是否选择了服侍他的行为 最终忍不可忍 艾威尔爆出口对抗议者说滚开婊子 另外现场的主持人刘思木调侃道 对不起我几分钟前在后台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疯狂的事情 可也能没有吧 这次猪洛奖还能发生什么事呢 另外获奖在艾威尔回到台上 领起他的歌迷选择奖 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这次没有人敢乱来了吧 再有加拿大跳上来谋问谋 针对此事 有盟友在评论中提到可怕的是 有人能像那样走到他身后 并在没有保安干预的情况下 停留那么长时间 如果他是一个疯狂的粉丝 或其他什么人 那完全可以在这段时间内 将艾威尔置之死地 有关此事设置 有关此事中涉及的环境问题 网络资讯显示 7年11月安省政府发布新规定 起销7400英亩 受保护的绿地并将其开发为 住房用地 省府表示 一级在这片之前的立地土地上 将建造约5万个新住房 对此将以2025年开工 此举正在接受安省省记长和年任专业的调查 并遭到一些人的激烈批评 有关猪洛奖 网络资讯显示 猪洛奖是受以加拿大的音乐歌手 以及团体的奖项 被视为加拿大的格莱美奖 是不同奖项内边 获奖者有加拿大录音 艺术与科学业成员或特定专家小组选出 此奖时于1964年 命名为金业奖 由RPM杂志读者得票选出得奖者 1971年 此奖以名为猪洛奖 其名来自罗马神话的神底猪洛之名 在1996年为了纪念猪洛奖25周年 发行了四张CD的号装专辑 收录了自1960年以来 收到欢迎的加拿大歌手也一支歌曲 在2001年 另一套四张CD的套装专辑 也因庆祝猪洛奖30周年纪念而发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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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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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